一见国宝,一段往事,一见国宝,一段历史,欣赏国宝,历史离你很近,国宝犯案,带您叹逆中华文明的团体。 2000年的除夕之夜,中国湖北省中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,村民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之中。 临近午夜,那等新年的钟声敲响,已经是鞭炮齐名,震耳欲聋。 就在这时,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村内的一座古墓旁不停地忙活着。 在鞭炮声的掩护下,他们悄悄引爆了深埋在地下的炸药。 炸药在地下爆炸的声音在大年三十的鞭炮声里并不显得刺耳。 这种深度爆破的方式非常隐蔽,可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,盗墓贼自以为隐蔽的行动没有能够瞒天过海。 这次爆炸虽然声音不算大,但它给地面造成的巨大震动惊动了一户人家。 这户人家就住在古墓附近。 除夕之夜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,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震动起来。 起初还有人以为是地震。 当他们匆忙走出去看,却看到几个可怕的黑影从爆炸的地方迅速撤离,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 村里人都知道,爆炸的地方是一座王墓,里面沉睡着明代永乐皇帝的孙子梁庄王。 梁庄王死时年仅三十周岁,据说因为他没有子嗣,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。 王墓神秘莫测,传说中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无人得见。 倒是当地的老人经常告诫年轻人说,王墓有灵,任何人都不能动它,否则就会遭到报应。 是谁敢在王墓上面动土? 这户人家觉得事情蹊跷。 次日清晨,来不及拜年就匆匆赶到王墓去看个究竟。 看到王墓上被炸开的坑洞,他们立刻报了警。 经过侦查,几个盗墓贼很快被集拿归案。 与此同时,考古人员对梁庄盲目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。 随着对封门墙的一点点拆除,考古队员的心情激动起来。 通过封门墙就可以进入地宫,寻找到传说中的奇珍异宝了。 然而,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始料不及。 王墓地宫的大门为什么只有一半? 另一扇石门竟然不翼而飞。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,有人不经意地抬头,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。 靠住石门的铁就断了,只剩下半截子。 从崩裂的铁就推测,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。 目测来看,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。 难以想象,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。 考古队员的心咯噔一下子, 难道曾经有盗贼进过墓室,将墓中的宝藏盗绝一空呢? 就在大家的心情普遍陷入沮丧的时候,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, 咦,既然石门是被撞烂的,怎么地下没有任何碎石的痕迹? 是啊,如果是一般的盗墓贼,怎么可能在撞破石门盗取珍宝之后, 还会把地上的碎石清理干净呢? 到底是什么人进过地宫? 他又是从什么通道进入的呢? 经过调查发现,除了考古队员进来的通道, 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通道进入地宫。 既然没有第二条通道,在封门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, 有谁能够携带撞破石门的大型工具进入地宫呢? 难道是从天而降? 再者,他们进入地宫的目的又是什么? 如果是为了盗取宝藏,为何还会从容地打扫碎石呢? 一连串的疑问,让考古队员们满头雾水。 接下来,他们准备深入地宫一探究竟。 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跨入后室, 忽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。 捡起来一看,竟然是一只金丝凤簪。 凤簪华贵而精美,簪头是一只镂空的凤凰。 凤凰站立在一朵镂空的飞云之上,栩栩如生。 这只纯金的凤簪,仿佛黑暗中的一点亮光, 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。 这说明,地宫中的宝藏并没有被人盗绝一空。 更重要的是,从凤簪的奢华程度来看, 传说中的王牧宝藏果然名不虚传。 考古队员们怀着兴奋的心情,继续往前探索, 前方的地面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亮光。 仔细看去,人们不由地大吃一惊。 那些亮光全部是金器、金壶、金盆、金鱼、金漏勺、金钉、金钉、金钱以及大量的金片。 它们灿灿发光,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, 密密麻麻地挥满了数以百计的金银玉器。 后面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叹为观止。 熠熠生辉的金帽顶, 嵌宝石金缝关,嵌宝石金手镯, 精美绝伦的玉叶组配,玉腰带,玉世剑。 更有硕大的红蓝绿宝石让人目瞪口呆。 专家粗略估计, 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, 用银量约13公斤, 用鱼量可能达到14公斤。 出土的宝石700多克, 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。 梁庄王墓随葬的金银珠宝数量之多, 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极为罕见。 专家估计, 也许只有明代万历皇帝的定灵珍宝可以与之相媲美。 除了巨额珠宝, 梁庄王墓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, 如这件接近2000克的金钉, 其来历非常特殊, 它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使正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。 看着眼前的奇珍异宝, 考古队员们惊讶之余, 心中生起另一个疑问。 从墓质来看, 这明明是梁庄王一个人的独葬墓, 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之物? 联想到被撞破的石门, 人们更加疑惑。 既然有人进过墓室, 为什么墓中的宝藏原封未动? 正当陶谷队员们一斗丛生, 不得其解释, 一块墓碑的出现, 令陶谷进入到柳暗花明的新阶段。 仔细阅读墓碑上的文字, 人们发现墓碑中记载的事件, 恰好能够解释地宫中出现的一系列奇怪现象。 原来, 梁庄王因病去世后, 她的妻子梁王妃悲痛欲绝, 一心想要驯服。 梁庄王生前儒雅温柔, 与梁王妃情投意合, 夫妻二人非常恩爱。 据说, 梁庄王每次出游都会带着梁王妃同行。 可惜, 好景不长, 他们在一起仅仅生活了八年, 梁庄王年纪轻轻, 就突然生病去世了。 梁王妃坚守着生前相伴, 死后相随的信念, 不愿意孤独地活在世上, 只想着追随王夫而去。 梁王府的管家看到梁王妃寻死密活, 不知如何是好, 只得向皇帝报告, 请示朝廷的旨意。 当时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, 从辈分上来说, 是梁庄王的侄子。 皇帝考虑到叔叔没有子嗣, 极有的两个小女儿尚未成人, 若是梁王妃驯夫了, 若大个梁王府无人掌管, 可怜叔叔的两个幼女也无人抚养了。 于是特意下旨, 希望梁王妃坚强地活下去, 继续主持梁王府, 把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长大。 拿着皇帝的御旨, 梁王妃泪眼连连, 强忍悲痛, 把夫君安葬了。 此后, 他独自支撑起梁王府, 一心一意抚育两个女孩长大。 十年后, 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, 加上体弱多病, 三十八岁的梁王妃也撒手离开了人世。 临死前, 梁王妃信守当年的承诺, 执意要与丈夫梁庄王合葬在一起, 并且要求是合葬中最亲密的行事, 同学同事。 同学同事就是夫妻二人共同葬在同一个地宫, 同一间墓室里。 这可难坏得梁王府的管家, 因为梁庄王墓是只为梁庄王一个人设计的独葬墓。 十年前安葬梁庄王时, 地宫大门早就被一块巨大的石条从里面牢牢封死了, 要想打开比登天还难。 这种情况下, 梁王妃的遗体该怎么进入地宫呢? 头口思索之下, 管家决定撞烂地宫的石门。 他指挥着众人撞碎了地宫的半边大门, 将梁王妃的棺果抬入地宫, 与梁庄王的棺果放在了同一张棺床上。 为了保持地宫的整洁, 管家还命令家丁们把地上的碎石块清理出了地宫。 这就是考古队员们看不到石门碎块的真正原因。 从现场仔细观察,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木门零件。 可以想象, 因为空间有限, 石门打碎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打造一扇新的石门, 权衡之下, 管家决定用木漆门代替石门。 安放好梁王妃的棺果和陪葬器物后, 梁王府的管家带着家丁们退出了地宫。 他们关上新作的木门, 再一次封死了地宫。 梁王妃最终实现了与丈夫团聚的夙愿, 随同她进入地宫的, 除了她生前喜欢的珠宝首饰, 还有这件王妃封册, 她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第一件刺封王妃的任命文书。